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Steven Spielberg呢 基本上这个重瘾生涯呢 已经超过半世纪以上了 创作的卖作片呢 尤其是金奖 也是得奖无数 但是就是生涯唯一的 致命伤应该是说 他的克星就是李安 李安的两度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都是打败了死皮博夺奪奖的 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谈这死皮博呢 就一定要邀请我们两位影吃好朋友 就是由菲利普跟卢卡 我们来主讲这个Steven Spielberg好了 OK 应该是所有的人 在介绍死皮博的时候 都会先开始讲说 首先他是一个犹太人 因为这件事情呢 其实影响他的生涯蛮大的 他的外表是蛮非常典型的 犹太人长相 所以他在小时候呢 就是有被霸凌 他就比较探索自己的世界 十几岁的时候呢 他爸爸送他一个摄影机 所以从此之后 他就是这个东西就变成他的寄托 爸爸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他在十九岁的时候 父母离婚 那他从那个时候呢 就很不谅解父亲 因为他以为父亲外遇 结果后来他到年纪很大的时候 才知道说外遇的人是妈妈 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他的成名的作品里头 其实我们大概都找得到 那个父子情仇的痕迹 史蒂芬·史皮柏他成名的很早 他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 就中途中错跑去拍片了 也因为这样子呢 他认识了一群电影圈的好朋友 关系最好的应该是乔治·卢卡斯 当然还有马丁·史科西斯跟科波拉 他们也算是同一群人 犹太义跟意大利义 就是他们非常和乐融融 那所以有一些片子 他们其实是交叉地出现的 就是比如说这部片子 某个人当导演 然后另外的人就当监制 或者是反过来 他的成名作应该是从大白鲨开始 你们有没有看过大白鲨 应该都有看过吧 就造成很多那个游泳教练 痛恨这部电影啊 因为今天大家只要下水 就会觉得大白鲨来把你吃掉啊 所以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噩梦吧 去过环球影城的人 大概都知道就是 他一定会有一个景点 就是让你去参观那条大白鲨 那这个其实就是史匹博 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从大白鲨开始 就一直是电影技术的一个奠基者 在大白鲨里面呢 他为了要就是疯狂的无尽的拍摄 所以他就用机器打造了一支真正的大白鲨 那这部片子 因为他是在夏天的时候播出的 他其实也造成一个影响 就是说从此之后暑假档 就变成是一个电影的大档期 这个大白鲨他还同时捧红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John Williams 就是那个配乐非常厉害 对他那个配乐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史蒂芬·史匹博 就是算是展露头角在好莱坞 他的朋友们像乔治卢卡斯 后来就拍了星系大战 但是呢 在此同时的史匹博 他拍了另外一部片子 叫做第三类接触 有啊 那时候是跟我爸一起看的 而且那时候很好玩 那时候张小燕主持一个节目 就说他是 他是一百拉 有没有 他记不记得那时候那个综艺节目 他在逆谱可能会不知道 他还没出声啦 哒哒哒哒哒 但是那个时候蛮有趣的是 理查德卫福斯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 很多人批评他 因为他长得太像史匹博了 个子小小的碎碎念 然后对 就是那么断断断的 就是太可爱了 你知道吗 没有科学家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第三类接触 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警惕是说 如果他们今天来造访地球 你有十足的准备 然后有足够的科学知识 那可能就会变成善念 但如果你太白目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多年后的 ID4 对 所以他就是变成说 如果今天科学家们的科技知识 有达到尿的水准的话 藉由史匹博的这部电影 就会觉得 嗯 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第三类接触很有趣 就是我们如果从年代上来看的话 1977年的时候 第三类接触跟星际大战出来 就是由史匹博跟乔治卢卡斯 这一群人所主导的 那他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太空世界是非常多彩多姿 很有趣的 然后外星人呢 有可爱的 然后他们可能抱着善念 来跟你接触 而且我觉得第三类接触 非常好笑的一个就是 他找了 楚福来演那个 跟外星人接触的科学家 我们长期以来对于外星生物 都有两种不同的想象 一种是非常乐观的想象 那一种是非常悲观的想象 那其实乐观的想象 就是以这个史匹博为代表 那悲观的想象呢 就是两年以后1979年出现的异形 就是我们上上上级 讲的雷历史考课 雷历史考课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其实秉持的这样子乐观的基调呢 就是史匹博 他就有了一个下一个非常厉害的片子 就是ET 外奇物语也是向ET致敬蛮多地方的 所以ET也算是开启了这种外星人接触的电影 非常重要的一部阿奏片是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儿童乐园呢 曾经戴过那个特殊的眼镜哦 然后可以戴上去 只有ET就在你面前动来动去 所以后来几年后有那个3D电影 我觉得那种已经小时候不是就干过了吗 后来才发现说 哦 原来ET是一直有重拍板 就是重新再更新新的放映科技 然后让小朋友们在重温那一段 非常温馨的时光那样子 对 那个其实我觉得 当我们后世的论者 在讨论到ET这部片子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ET他里头的父子关系 其实就是史匹博本人的 父子关系的一个投射 那几个小孩 就是他们都是妈妈的单亲家庭 他们其实蛮需要陪伴 然后正好剪到ET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一点是 我之后在其他的场合啊 就是只要听到那个配乐 我就是一定秒哭 他就是你就算没有很熟那部片子 你也是一定会被打动 太可怕了 Leafence People的电影 他的配乐其实都还蛮深入人形的 像刚才说的大白鲨 你只要那个前奏出来 像最近韩国耳红的什么 Baby Shark 也是用大白鲨的前奏 然后还有像侏罗纪公园啊 或者是抢救联恩大兵啊 等等这类电影 他们用的音乐 基本上地位其实有点 接近星际大战那种 只要音乐一出来 你的脑袋就会有画面的登记 江威廉斯啊 他实在是很厉害 你看几个音符就可以打动人心 但我觉得再怎么样 他都是我们的共同回忆啦 尤其是那个ET phone home啊 有没有 ET要回家那一段 然后真的 其实刚刚路卡讲 一听到配乐就会哭出来 我是想到那个画面 我会想哭 就会好像有点告别童年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啦 电影史上有所谓的叫做 电影小子这一群人 其实就是在讲 史蒂芬、史匹博 然后乔治卢卡斯 还有科波拉跟马丁史科西斯 然后我可以再加一个 就是那个劳伯赞米克斯 他是回到未来的导演 那他后来有因为那个阿甘症状 拿到最佳导演跟最佳影片 在我的童年时光里头 这几个人就是你知道 阿宅的偶像吧 应该是这样子讲 在他们求学的时代里头 他们应该都是学校里头的 nerd就是宅宅 整天就是看电影看很多电影 然后去研究说技术怎么样改进啊 什么什么的 战中或者是战后婴儿潮的这批人 到后来在这个时间就发光发热 然后还包括刚才我们讲 John Williams 就是他整个把好莱坞的电影 整个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 票房的那种blockbuster 就出现这样子 那这批人的结合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印第安娜穷斯的这个系列 就法贵奇兵的这个系列 其实这个系列也是 史匹伯跟卢卡斯他们共同创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人 就是演员 Harrison Ford 就是他们这一群人都是一起的这样子 在我有录音之前有问菲利普 然后没想到菲利普对于法贵奇兵这个系列并不是很熟 那麦嫂你熟这个系列吗 每一集都看了五遍以上啊 因为小时候基本上还不知道自己的志向在哪里 都会对那种什么怪奇啦 或是考古啦 或是历史故事啊 就会非常的迷恋 尤其是我老爸本身是个二战迷哦 针对打纳粹那时候的一些丰功伟业都如数家争 所以法贵奇兵系列应该是我们家的共同记忆吧 尤其是我记得应该第一次看那个第一集 就是第一集就叫法贵奇兵嘛 那时候是在小学五年级 老师就直接把那一段都放给我们看了 最后就是男女主角绑在柱子上那一段有没有 几乎把所有小朋友都吓坏了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小学五年级的老师就是非常呛的一个老师 因为他是代课老师年纪比较轻 应该那时候才22、23 他就非常喜欢法贵奇兵 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人 长大之后一定要行善不能作恶 所以他就要我们看那一段你知道吗 就所有人都被穿过去 然后灵魂就抓到外太空 所有同学几乎都吓哭了 还有尿裤子 然后隔天就被写联络布你知道吗 所以但是那一段真的太经典了 那个画面真的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相信应该所有的影视朋友想到那一段就觉得 啊法贵奇兵那一段超屌 真的好屌 而且敢在大荧幕上这样呈现的人应该不多 那其实有点在暗示那个Holocaust 大屠杀啦 所以他最后就越来越迷目张胆 把Holocaust变成他的电影的主轴了这样子 然后再来魔宫传奇 我要提一下他认识他太太就是魔宫传奇嘛 凯特凯普骁 那魔宫传奇有一段也是我的恶梦 就是他不是要谋杀人那个巫师嘛 就会穿入你的胸腔把心脏抓出来 你知道那一段我在戏院崩溃大叫耶 太可怕了 我真的觉得史皮柏真的是很贱的一个人 小时候大白杀已经把我吓过一次了 然后后来在法贵这种你就会觉得是充满幻想 然后充满美景的一个猎奇的故事里面 又一直这样搞我们 然后那时候大家知道是没有分极致的 会去看这个电影的大概很多都是青少年 那对我们有多大创伤啊 那好在到了圣战奇兵之后就没有那样子的画面了 圣战奇兵就比较浪漫为美 因为是爱情故事居多嘛 然后那时候又可以看到我一直非常喜欢的 史恩康纳来这样 那也是我爸的偶像 然后我们就看得津津有味 然后最可爱的是 小时候的印第安娜穷尸是River Phoenix River Phoenix演印第安娜的小时候 太帅太帅了 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如果他没有往生的话 应该今年可能要庆祝不知道他50岁的周年 而且他那时候形象非常像后来的李奥纳多 就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啦 好那个刚才麦嫂他有讲到一个重点 他的爸爸是二战迷 我相信就是只要是战后 或者是战争末期出生的男生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是二战迷 十地分十匹不会毫不例外 他也是一个二战迷 我觉得二战其实对于他的创作 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这个我们在后面可以再提到 我刚才讲到电影小子的这一批人 其实他们后来都成立什么电影公司 音效公司什么888的 很多的电影工业的规格都是 他们这一群人垫下来的 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一直持续在技术上面突破 比如说像侏罗纪公园 后来在讲到侏罗纪公园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秘星就说他们本来想要用机械的偶来拍摄恐龙的状况 有人偷偷的自己用电脑模拟的方式去做恐龙的动态 然后就偷偷的塞给十匹博就说 你要不要看一下 这我们做的哦 这用电脑做的哦 十匹博看之后就是 之前其实机械的部分 其实他已经都拍好了 然后就是全部舍弃 通通不要 采用电脑的方式 我相信那一年就是所有看电影的人都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就是侏罗纪公园 史蒂芬·史皮博他一直都是一个规格的奠基者 我觉得这个是比起其他的东西来说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非常伟大的事情 史蒂芬·史皮博电影 他一开始的这种类型呢 是一个小男孩冒险式的电影 像是印第安纳琼斯就是一种冒险动作片 ET的话也是一群小孩子哦 他们是跟外星人接触的电影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内心里面住着一个小孩 然后这个小孩呢 很喜欢去一些冲林冒险 然后冒险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怪物 会遇到一些怪兽 然后一群小孩子就打打闹闹 把这些怪兽打倒 最后发现一个宝藏或发现一个秘密 你看他后期的电影 像是一级王家 也有这样子的感觉 也是一群小孩子 然后他们试着颠覆这个世界 对我最影响最大的一部电影 叫做抢救连恩大兵 1998年上映的 那时候是因为那时候看电影 基本上也是我爸带我去 然后我爸的时候带我跟我弟 我14岁 我弟13岁 不是11岁 我们去电影院看完之后 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就觉得天哪 怎么战争原来可以打成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抢救连恩大兵的 前20分钟不是都是血啊 手脚一直喷来喷去的内脏啊 那应该说是荡气回肠 我用一个这么好巴谷的成语 但是我觉得死皮博很厉害 是他非常会凝造那种剧情的高潮 例如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那个Christine Bell 就是那个蝙蝠侠上一代 他演的太阳帝国 我记得我那时候 应该是最后半小时我都在哭吧 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在讲一个英国小男孩 一直急着要回家 可是后来就被抓进去战俘营了 最后他爸妈到孤儿院里面 终于找到他说 哇我真的是 跟我弟两个抱头痛哭诶 那时候我就觉得死皮 我这个导演实在太厉害 怎么有办法撒狗血到那个样子 你看那个电影都那么久了 我都还记得那么深刻 从另外一个脉络来看的话 就是他很喜欢去拍一些奴隶的电影 就是有关美国黑人的故事 从一开始的紫色姐妹花 他就是在讲说 乔治亚州的奴隶 他们的里面的故事 1997年的时候 拍了一部《勇者无拘》 《勇者无拘》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看的话 就还没有很大的感想 但是我后来在2010年 或者是在之后 再去回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会觉得越来越感动 然后后来他又拍了一部林肯 我觉得Steven Spiegel 其实他某一方面也是蛮在意 比如说美国建国的故事 而且这故事会很集中在 黑人的人群上面 另外的话就是Steven Spiegel 他跟汤姆汉克的合作 我发现汤姆汉克的合作的电影 刚刚算了一下大概有七八部左右 而且这几部基本上都是 Steven Spiegel 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 像是《神鬼王家》 还有《抢救雷人大兵》这种 其他《寒藏情缘》 《间谍桥》这些 虽然没有那么红 但是发现他们的合作 也是非常的深入 然后他跟汤姆汉克合作电影之后 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像是他们拍完《抢救雷人大兵》 两个人好像都拍上映了 所以很快的他们就找HBO 拍了一部叫做《诺曼地大恐将》的电视影集 《二次大战》的电影的神片 《抢救雷人大兵》应该第一名当之无愧 然后电视剧的话 《诺曼地大恐将》的评价 甚至高过《抢救雷人大兵》 它基本上是所有二战迷 或者是所有男性心目中战争片的 排行榜第一名吧 没有任何一部战争电视剧 可以拍得那么的真实 而且他的剧情 或者是从他的角色来看的话 都非常的好 史批博他的创作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为弱势发生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Credit 是应该要给他的 他在拍了这些卖作片之后 他当然可以好好做他的电影金童 但他并不这么想 他就是转型严肃的一些题材 他第一部尝试转型的作品 并不是针对犹太人的 当然这个其实跟犹太人 在美国的历史上的地位的演变 其实是有关的 但是那个我们先不提 就是他第一部转型的作品 是紫色姐妹花 是针对黑奴的 主角是那个狐必哥伯 然后还有就是如今的大主持人 Oprah Winfrey 他也在里头演戏了 我们如果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在那个时候的年代 有一部全黑人几乎啦 因为导演不是嘛 导演是犹太人 但就是在演员阵容上面 几乎全部都是黑人 然后在讲黑奴的这个议题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 在那个时代里头 他也算是有赢得一些评价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还是没有到达一个艺术的高度 那再来就是刚才麦嫂讲的 太阳帝国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英国的男孩子 在中国的过程吧 像克利斯丁贝 我们现在都觉得说 他不是蝙蝠侠什么之类的吗 他还蛮常拍南京大屠杀的题材 他小时候太阳帝国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然后他长大之后又拍了一个 就是直接跟南京大屠杀有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影响 使皮伯的这种人道关怀 甚至是连跟他合作的演员 都影响到了 我觉得斯丁贝伯的电影 他也有一个很大特色 就是他前面的剧情呢 有一点点就那种平铺直竖 开头虽然说不会无聊 但是也不会让你热血沸腾 他就会让你慢慢地看下去 然后看到中间剧情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是呢 他电影最好的就是他的结尾 他的结尾会走一种 让你觉得温馨感人的路线 然后从两个小人物 然后慢慢地镜头 慢慢地代理 代理代理 最后面会有一段字幕 其实你看神鬼王家就知道了 李奥纳多跟汤姆汉克 他们两个人中间交手 李奥纳多输了 被汤姆汉克抓去 你就看他最后面 他们两个大和解 然后两个人就在讨论说 这单支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在太阳帝国最后的结尾 也是这一种 让你会觉得 有点感人的路线 然后抢救雷纳大兵也是 前面打打杀杀杀来杀去 然后最后面 镜头又带回到 1997年的罗曼帝 老的麦特戴蒙 看着那个墓碑 然后镜头又 慢慢地又回到他眼睛里 最后面就会再写一些字 说什么 二十大战死多少人 像间谍小 最后面 荧幕我也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 汤姆汉克 他回到了纽约 然后看着一群青少年 在自己家后面 那里爬墙玩 洗脑 对比他在东德西德 看到的柏林围墙 那一群人爬墙 被射杀的这种画面 然后最后面 再打上一些字幕 说什么东西德 冷战啊 柏林围墙 几年拆掉啊 史密斯比普的电影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不会让你觉得 恶王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人会死 或是 为什么剧情会这样子 但是他也不会让 给你一个超完美的结局 有些人该死的 没有死掉这样子 看完之后有一点点温馨 可是整部电影 再回去思考的时候 就会觉得 天啊 其实还有很多剧情 可以慢慢的去回想 他突破的电影 就是辛德勒的名单 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大家彼此对于这部 片子的感觉是什么 辛德勒名单 应该说是 他的生涯的巅峰代表作了吗 因为当年所有的大奖 都到他的手上了 但是个人对这部电影来说 我觉得有点太过欲了啦 他其实有点太神话的 这个角色 实际上其实后来 非常多历史学家说 他就是一个生意人 你说他就是单纯 为了救犹太人吗 好像动机没那么单纯 但是史匹伯呢 就故意用这个 算是有点争议的小人物 然后把他非常成功的 加油添醋 变成就是一个 人类的救星这样子 尤其到最后他 哭着跟他秘书就是 Ben Kinsey跟他说 我这只戒指如果当掉 可以再救一打的犹太人 哇那一段真的几乎 只要在戏院的人都哭出来 当然大家会对史匹伯这种 凌造电影的气氛感觉 非常的叹为观止 但是也会让路卡 跟我们这种人 就会觉得 他为什么要撒狗血到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 史匹伯厉害的地方啦 你看当年真的 他拿到那些蒋梅根 都是起立鼓掌的耶 而且都是掌声不断 一直没有办法停歇 你知道这个人有多厉害了 刚才菲利普不是有说 他觉得抢救雷恩大兵 是战争片的神片 是第一名 这点我不同意 因为辛德勒的名单 是我对那个史匹伯 看破了一部片子 我觉得史蒂芬 史匹伯他的特色就是 他会把那个场景 如实的呈现 真实还原度 这件事情是没有话说的 但是他既用了黑白的画面 说他不想太强调血腥暴力 但他又用了一个红衣小女孩 就是只有他画龙点睛的一抹红色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 史匹伯真的是一个非常煽情的人 多年以后我们再回去看抢救雷恩大兵 其实也是一样 我觉得他有把二战的那种真实感做出来 但是在战争片里头 还有更多我觉得很棒的片子 他们是用更高明的艺术方法 而不是只是真实呈现而已 让你感觉到战争的残酷 但是还是没有失去那个美感 比如说我看抢救雷恩大兵之后 然后我又再回头想了一下1917 虽然1917是一战的片子 可是我就觉得这两部片子在艺术手法上面 其实是差别很大 那个时候1917在上的时候 就有人在讲说 它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那这个沉浸式的体验 其实跟抢救雷恩大兵非常类似 但是我觉得在真实感之余 其实1917有做出一个美感 虽然画面不是很残酷 但是你还是可以完全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高明艺术手法 我觉得史蒂芬 史皮柏的片子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看过每一部他的片子 结尾都会得到一句话 那个就是他要告诉你的事情 我们其实年纪增长之后 就会觉得说这种片子过于简单 他很好 很明确 观众很明确的可以带回一点东西 导演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他要给你的一句话 比如说像诸勒纪公园 他就会说 生命自会找到他的出路 就是这一句话 更复杂的电影 其实它是会驱动你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部分史皮柏就比较没有 所以这是我对于他的电影的看法 然后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一点是 他很愿意尝试一些蛮新的题材 例如关键报告 我刚刚就看一下他的创作史里面 AI人工智慧跟关键报告是很特别的题材 像我个人是非常推崇关键报告的 虽然我不是阿汤哥的脑粉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电影的呈现真的超级棒的 可以探讨非常多的主轴 我也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而且他们客是出了名的好莱坞脾气火爆的演员之一 所以我也是有去YouTube去搜寻一下 说看他们后面制作的一些花絮 意外的就是他跟Steven Spielberg合作 其实过程都还算蛮和平的 而且重点是他的剧情也还算蛮不错的 就是他们客是他在办案去找出说 到底这套系统有什么瑕疵 然后这套系统就是这个故事里面 也没有什么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算是Steven Spielberg 算蛮成功的一部科幻电影 比起来另外一部世界大战 这部电影就对这部电影评价非常的良极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但是他的剧情其实是乱七八糟 然后刻意的要拍出一种反英雄的电影 他只是一个一开始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但是因为小孩激发了他的保护 想要保护小孩的欲望 所以他就带了两个小孩 然后一直被外星人追着打 最后安全的把小孩送到家这样子 但是这部电影的话 就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在网络上大家的评价都给他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两部片子 我们可以看出石匹博这个人 一些特点 比如说像关键报告那个时候 在上映的时候 他有打一件事情 就是说石匹博有跟一些家电厂商合作 他们想要打造出一个非常符合 那个时代可能会有的东西 那那个关键报告里头 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Tom Kurs 就是面对一个荧幕 但是其实是一个空气 然后他就在那边左移啊右移啊 那这件事情很快就实体化了 所以其实关键报告 他的特色是在于 他里面的科技 都是在未来可能十年内 就会量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石匹博他一向的科技控的 那个个性 就是在这部片子里头 比较露无遗 那我个人也是很喜欢 关键报告这部片子 因为我觉得石匹博的坏习惯 就是他很喜欢撒狗血 但我觉得在某一些片子里头 他有蛮克制的 我觉得他只要可以克制 那个想要撒狗血 想要逼你哭的欲望的话 那部片子就会是一个 执行的蛮成熟的一部片子 好看的片子 那我觉得关键报告就是 其中一个 那在讲到世界大战 他看起来就是 使批博一定会感兴趣的题材 因为其实世界大战 这个IP真的太有名 在科幻界里头 历经了非常多的改拍 包括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ID4 他其实也是翻拍世界大战 因为我看了ID4之后 我回去看旧版的世界大战 就是曾经有一个旧版的世界大战 很多镜头都是几乎1比1的重现 其实旧版的世界大战 也是影响史蒂芬 史皮博很深的一部片子 所以他后来又改拍了这个IP 他把它弄成一个 又是一个爸爸对于小孩的爱的故事 但是其实世界大战这个IP 不太讲到这个 就我们看前几个版本 其实大家都没有讲到这个 他讲的都是一个比较群体的东西 刚才麦嫂有提到AI 我们可以再讲史皮博 跟其他导演的关系 史皮博他其实就是一个影迷 那他们这一群电影小资的特色就是 他们本来就已经是影师了 这个在电影的创作史上 其实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你包括像法国的新浪潮 他们其实也是本来是一群影迷 然后到最后自己出来拍电影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 他们一定会有非常敬重的导演偶像 对史皮博来说 其实就是库伯利克 他们其实是朋友 他们其实是有私交的朋友 我觉得非常讶异 库伯利克这种人怎么会有朋友 但是总之他就是有 那AI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案子是库伯利克的案子 但是库伯利克表示说 他可能没有办法拍 然后这个案子他觉得 可能史皮博可以把它执行得很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天底下还有库伯利克做不到的事情 两位猜一下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直接说 因为这是一个以小孩子为主角的电影 那如果是库伯利克拍的话 等到他拍完小孩也长大了 这个哏的蛮好笑 靠腰咧 你讲的有道理啊没错啊 可是呢 谁对小孩最有办法 就是史皮博 所以是因为这样 这个案子才交给史皮博的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说 对真的是这样 库伯利克说的对 那我觉得这部片子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去西院看的 我就觉得他看得出来 是史皮博跟库伯利克合作的案子 因为他前面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故事 是一个很惨很惨 就是小男孩想要讨爱 但他讨不到 其实是非常非常绝望的 可是呢 后半部呢 就变成史皮博的电影了 就是哦 他就是像一个小木偶皮诺丘一样 到处去冒险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部片子其实是一部 你不能说他拍得不好或怎么样 可是他其实是一部 很不平均的一部戏 AI人工智慧 对我来说 算是不太想回想的一部电影吧 因为看到太多人性的阴暗面了 尤其是他后来遇到了 像是几个机器人 他们都有非常多 对于人性的剖析跟一些无奈 尤其是求得了我那个角色 我每次只要想起来 我真的就觉得好心酸哦 我真的 他演一个Jigolo嘛 然后他就看遍了所有人类的欲望 觉得那都是虚假 然后就开始灌输那种 大人社会的纸醉金迷 给那个小男生知道 当然是最后那个结局 听说死皮婆拍了很多版本 最后选择是让小男孩 沉在海底一面嘛 一直在找妈妈嘛 你不觉得超悲惨的吗 他有必要把这个结局弄成这样吗 收尾我很难接受 真的 你根本就是不只摧毁童年 你还摧毁人性 然后就开始对周遭的人 就是产生极度的不信赖跟冷漠 我觉得那部电影在我的印象当中 是一个最残忍的电影 比心得论名单还残忍啊 你要叫我下我的心得 我是下这样子的结语 太惨了 你觉得这个库伯利克是原案者 有关吗 有我觉得绝对有关 我觉得死皮婆都不至于 让人家觉得好像是 人性完全没有光亮 应该是库伯利克弄的啦 我觉得啦 其实看得出来 死皮婆是真的蛮崇拜库伯利克的 在后来的这个一级玩家里头 其实也看得出来 他里面非常完全致敬鬼店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啦 我觉得比如说钢弹啊 那些东西 我都是可以想象 或是阿奇啦 但我比较难想象 为什么要致敬鬼店啦 但因为我没有看原著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原著的安排 但总之就是 可以确定一点 就是死皮婆真的很喜欢 库伯利克 这个是跟前辈的关系 那但是呢 跟后辈的关系 其实死皮婆呢 他在这个好莱坞 他的地位啊 有如是里长博 他们就说 如果说缺钱啊 或是缺技术啊 去找死皮婆 他都会帮忙 那所以他后来 有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叮叮历险记 那个也算是 他的科技史上 一个蛮大的尝试 完全是用动态捕捉 去完成的一个动画 那他在这个案子里头呢 就找了 彼得杰克森 然后还有 Galima de Toro 这两个后辈来参与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要说 在我们小时候 宅宅的偶像 就是死皮婆 卢卡斯 跟那个赞米克斯 比较年轻的人 宅宅的偶像 就是Peter Jackson 就Galima de Toro 我自己来看 那个影史的传承 是这样子的啦 比较杰克森 其实也是有在玩一些 画面啊 场景 而且他有一部叫做 他们从未老去 他只把黑白的这个画面 然后他把它拼拼凑凑 把它踩车化 Sever of Speedball 他在好莱坞的贡献 其实蛮大的 他就是上个时代的开启者 但是因为 下一个时代就是Netflix 以前在电影院 就是要追求大荧幕啊 然后大声光 大特效啊 影响爆破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些技术 已经慢慢的移植到 我们家的客厅了 我们的液晶荧幕越来越大 然后还有什么环绕音响啊 有的美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下一个时代的电影 应该要试着把它 搬到我们的荧幕上面 然后他你说什么 拍摄的风格啊 或是特效 要开始接受 我们在家里的 液晶电视这样子 Steamers People 我觉得他 在下一个时代的话 他有没有办法 接受我们 现在下一个时代的思维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史批博 他一向都是反对Nephys 进来参加奥斯卡的竞赛 两位对于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我当然是认为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 你过去50年 大概就进电影院 未来的50年 可能随着 那个异境荧幕的普及 然后我们家 摆在家里客厅的电视 动不动就是60寸 80寸起跳的 已经可以接近 到这种电影院的感受了 所以我说 把这种电影特效 把它搬到 映经电视上面 你要如何去移植 这个是下一代导演 要去做的事情 而不是去反对他说 你没有资格 去跟我角逐这个奖项 因为你是在电视上上的 而不是在大一幕上面上的 我觉得这思维应该要改 那麦嫂呢 你觉得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从善如流啊 我说真的 因为史比博士 现在是目前在影坛上面 硕果仅存 掌握最多资源的 一个资深导演 那我觉得他有办法 对前辈做致敬 刚提到一级玩家 针对于鬼店做的一些 桥段上面的一些 然后把它当闯关密码 是不是 后来很多年轻辈的观众们 不太懂那个桥段 我就很开心的写了 洋洋洒洒 大概两千多字来讲 鬼店对我 这生涯当中的意义 很多人他觉得说 麦嫂你分析还不错 我说对 真的你对电影有热情的人 一定要好好了解 鬼店这部片 他刚好我们上一集 有致敬这部电影了 那未来呢 我觉得像我们看 这些亚波拉罕这些人 我觉得 学得有点 话虎不成反类拳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 有志之士呢 要把一个故事说得好 真的要去效法一下死批驳 虽然他有一些撒狗血 然后他有一些 独揽那个诠释权 例如说他觉得 美丽人生 好像把那个大屠杀 变成一个游戏 但是那就是人家 说故事的道理呀 那如果说 把大屠杀变成游戏 那Wakiki的那个 Jojo Rabbit 不是也是把他变成游戏吗 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人家有办法把一个那么悲惨的事件 然后弄成观众容易消化的一种诠释方法 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呀 所以史比伯对我来说 不是我最喜欢的导演 但是是一位我很佩服的导演 这就是我今天的结论 有关于美丽人生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 你知道吗 吐槽男孩他有一个免死金牌 他本身是有犹太协同的 所以你有犹太协同 你要讲你自己的大屠杀 你就可以随便讲 但是当初美丽人生 为什么会被批评 其实就是在于 那个Roberto Bernini 他说不清楚他自己有没有犹太的协同 因为他这个经历 他有曾经说是 他爸爸有被关到集中营里头去 是以他爸爸的经历去改的 但是他爸爸是不是犹太人 或他们家是不是犹太人 这件事情是question mark 在欧洲其实也有一些人 批评罗贝多贝尼尼 是因为血统的关系 讲回来 史蒂芬史批薄 觉得大屠杀是人间悲剧 不能用喜剧的方式来做呈现 有看过美丽人生的观众 应该都是可以自行判断 就是我刚才前面也讲过了 你要表现战争的残酷 是不是一定要1比1真实的还原 还是你有其他的方法 具有艺术的高度 但是又完全表达战争的残酷 对我来说 美丽人生是这样的一部片子 我觉得很遗憾 身为犹太人后代的 史批薄无法欣赏 但我觉得就这样 我也不认为说 他在这个上面 发言就非常举足轻重 他也只不过就是一个观众而已 菲利普刚才有讲到 Netflix的这件事情 其实史批薄在讲 Netflix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一届是罗马 我在电影院看过罗马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电影观众来说 我觉得罗马这部片子 一点都没有丧失一部电影该有的 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的技术的含量 是不输给史批薄的片子的 但是他同时又有艺术上面的高度 以及做着个人的情感在里头 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 这个Netflix就串流媒体 跟实体电影院的这个争执 我自己的感想是 通常那些非常主张 电影就应该在电影院里头放映的 这些人 其实他们是有筹款能力的导演 包括史批薄 包括诺兰 诺兰他因为导了黑暗歧视 导致于他是有筹款能力的 你看他的天能 有够厉害的 有办法拍成这个样子 他拿得到钱 然后居然还可以在 疫情期间在电影院上映 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力 其实其他的导演 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包括最力挺 Netflix的史科西斯 他的东西会有人质疑 那不是电影吗 不会 但是他为什么选择Netflix 因为其他人不给他钱啊 他就是属于那种 不具有筹款能力的导演啊 现在的好莱坞里头 具有筹款能力的导演 除了这些指导超音片的人之外 还有谁有 Noabomba也没有啊 你如果想要做小品 甚至你不要说小品 就像罗马这样子的 他也不是小品吧 他不是院线片 他不是票房片 这种人他就要到处的筹款 大片厂已经不会给他钱了 那你要这种 这么优秀的电影工作者 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时批驳这些人 他们之所以会批评Netflix 我的看法就是 因为他们拿得到钱 他们看不到 其他这些导演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批评是很奢侈的 我觉得电影院这个形式 应该还是会继续存在啦 但我不太希望说 从此之后 我们在电影院 只看得到票房电影 看得到热闹的电影 而看不到这些 制作尽量的剧情片 我先提一下 针对于史批博 我个人对他的崇敬 还有一点是这样子 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愿意去深入 主角的内心的一位导演 他不需要让主角 有太多的台词 例如说像是航战情缘 你会觉得 他母汉科有很多台词吗 甚至于他很多台词 都不是英文耶 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演员的内心世界 那甚至于我们刚提到了 他第一部创作长片 大白杀 里面的主角就是 不停地被大逃杀而已啊 也不用太多台词啊 但是他就是有办法 把那个叙事风格 用画面用音乐 然后再用剧情的铺陈 让所有的观众 印象超级深刻的 你看该哭的 该叫的 该吓傻的 甚至于呢 该脑袋放空的 通通都有耶 我觉得应该在影史上 没有办法再找到 第二位导演 有这样的功力了 所以我个人 对他是很崇拜 但是不能说 我是最爱 但是呢 也只能够说 他是神级一般的存在 就是这样子 麦嫂今天的结语 嗯 我个人还是蛮推崇 Steven Speaker 因为毕竟他过去 所拍的电影 基本上 每一部都是神作 然后他对好莱坞的 贡献也蛮大的 毕竟他 拍完 他开创了一些时代 然后还创办了 梦工厂 也培养了下一代的 一些 其他的电影导演 但是 毕竟 人终究会老去嘛 所以 我希望他还是可以在 有生之年 再继续装演一些 其他的题材 然后可以再多拍一些故事 让我们知道 然后 不过呢 也希望他可以放手 让下面的人去从事更多的 比如说 我希望梦工厂是可以多拍一些电影 然后可以在Netflix上面上演的 看 有没有机会看到Netflix 跟梦工厂一起合作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觉得 史蒂芬 史皮博是天之骄子啦 他有拥有很多 他想要的资源 那他也对于电影圈 做出非常多的贡献 但是我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也是要设身处地的 替其他人想啊 尤其是在Netflix 这个事情上面 我可以补充一点 他虽然没有跟Netflix合作 但他跟其他串流媒体合作了 你看这就是商人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 好不合作的 任谁都看得出来 那尤其是像那个 史皮博这种技术控 他一定知道说串流是下一个 趋势 是大事 所以他不会放过的 有的时候这些争端 可能都是处理公关的东西 可能不是真的处理电影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是路卡 我是菲利普 拜拜 拜拜 拜拜